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24日 这是今天的第14场预送回忆录 现在光线有点暗了,目色苍茫的 但是太阳不晒,也没下雨 所以这个气候是非常好的 便于一个人回忆 那么确切的时间 我刚讲到了就是我对国际来的一些最初的看法 以后还会讲 那么我要讲一下就是和这个刘达文接触 也就是国家安全部 大联系国家安全局告诉我 国家安全部把这个前哨开放 这些杂志定为反动刊物 以前我不知道还有这个词 我理解那个反动是什么 就是倒退 民主法治往前走就要前进 对不对 我认为它恰恰是个先进的杂志 而不是反动 应该是你镇压它 你打击它才是反动 反动是倒过来动 逆历史潮流而动 逆民主潮流叫反动 不,还这样 它说定性就是反动杂志 那么你给这个杂志投稿 国家安全部的定性为什么呢 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这个罪起步就是五年 五年以上啊 很吓人啊 后来他也是给我这样定罪的啊 我要告诉你 他就当时追问呢 你什么时候就认识这个 刘达文的 就在前哨杂志啊 金钟就这些人 他把这些人定为什么 我才和他们结束 我才知道定性是为这些人都属于这个 反动分子 有敌对势力 海外的敌对势力啊 我原先那个认知不是这样 我原先认知 认知是什么 你不管是所宗又什么杂志 报刊 网络 你办完以后都是文人 我喜欢和文人交朋友 不管他什么刊 什么倾向 我甚至还以为 我个人到现在是个认知啊 就比如说他办这个杂志 比如说报纸是 呃 是宣传一种强调 他本人在里干 他未必赞成那个 就是为了生活 那那可能里面也分各种群体 他都可以交往 你即使有不同观点 也可以交流啊 百话齐放百家争鸣嘛 我说蛮宽容的人 就到现在为止 我的朋友当中 也有好多是 他们本人的政治观点 和我不一样 但是冷然后 我处得也非常好啊 呃 我也没有发现 他们有什么出卖我的 没有啊 我讲清楚 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我是 还发了言论的啊 就是我思想是 一直是 呃 一个一个观点 就是不要以你观点来划线 好像你 你是非红就白 啊 你这不是反动 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 先进的 还蛮极端的 我不认为啊 就包括挺过 砸过 这都 我都很不理解 我这是死去活来 砸的 有的是挺 这是如醉如痴 都不正常啊 就是其实正常 你就一般的看待 这个一些生活当中的现象 尤其是自由表达 那么这个时间点就是1997年9月7号这天 我记得清楚 就在香港开会 就那时候在地摊上买了前哨杂志 很多杂志 很多书啊 然后读 那时候我就感到新奇 我就觉得香港好 好在哪里不像内地 就同一种世界有不同的观点 哎 这真好 这不就像那个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说百家争鸣吗 我最喜欢这样啊 一个世界发生 我不喜欢一种生意 一种观点 我也不认为人要是跟你观点不一样 你就马上翻脸 就要怎么样 我不认为 而且争论一定要有个结论 我认为不可以有结论啊 因此多元的社会 多种生意 永远是并存的 才正常 而且互相之间还能一起交流啊 还能一起合作 叫共和嘛 要什么叫共和国 说中国现在共和国是个假象 是个骗 欺骗啊 同样生活当中我见到这些官员 我最喜欢的官员就是什么 就像那个于学祥这样的 他做什么事 他出于公信啊 他看这个事大方向 就对大家有好处 这大家的好事 那个笑容 你看就像 男孩呀 特别灿烂 你发自内心就阳光 文氏镇也是啊 文氏镇也是这样类型的人 我发现草根阶层的 就来自于苦难家庭的啊 成长起来的共青团派 就是跟我接触的啊 一般都比较好 凡是他爹 他妈是当官 高干的 有钱有势的人物 基本上很难逗 我跟你讲 首先他看你 他觉得你 你第一个等次 第一个等次啊 你敬重他什么 你帮他忙什么 他应该的 他帮你肯定地要回报 不是要钱的 要什么其他 一些条件 你上一场我讲到 他为什么王启兴找他 他就马上批事 就当场就批事了 我和王启兴 王启兴批完 就拿回来 马上给我看嘛 那是因为 王启兴来自于北京 他是以前的几个社长 赵长春是来自于新疆 他和那个叫 他告我 就南振中 他和南振中关系好 副社长南振中嘛 以前是木青 不是什么 然后就张相波 张相波什么背景我就不知道 张相波来完以后就是王府杰 又来 王府杰来 之前是王启兴 就换了很多社长 未有王启兴是来自于北京 这些人都来自于地方 那个王府杰也很好 他是朝门界障 他是来自于就是那个 河南 河北 那个张相波是沈阳 也挺好 那些老人家 赵长春也挺好 至少新疆分社来的 就只有王启兴 他这个人 你接触以后 马上有一种的畏惧感 就和你有距离感 但是我和他交往 我去那个人也不错 他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给人感觉像有来头的 因为确实他爸爸是 你想我刚刚讲的吗 我据赵长春讲 他是新华社总是个摄影部主任 王启 他说你看毛东选机里去 我还看毛东选机里边 引用的文章都给他爸爸 新华社摄影记者 王启 所以薄写来知道 他是也是这个 就算京城来的京腔二代 二代吧 他倒不是什么乒乓 他还是有来头 所以薄写来对他很客气 马上签字 为什么签字 他不是针对我呀 他就知道 我就有这么个人 大连日报一个记者 他就看了王启兴的面 因为王启兴代表 新华社大连日之社 有利于他的试图发展 他觉得有用 所以等到那个新华社 不再追这个事 因为新华社每天事很多呀 你这个事是什么 已经批完就完了 你自己去跑吧 因为这个事是个别案件 不像说一批人 转正一批体干 是吧 设到物质待遇 有人去办 你就觉得自己办 然后我早播起来 他就马上听冷淡了 他就看我是来自穷苦家庭的 上不了档次的 你就是一个记者上来 他刚才以前在文艺部那时候 我去过金县 他接我还挺客气的 等到到宣传部当部长的时候 他就搞关架的了 就牛啊 我跟你讲最准确 当时我刚想起来了 我去找的时候 自己去找就拿那个浮印件 我拿了浮印件 不是浮印原件 王启兴给了我原件了啊 找他的时候啊 他的具体打电话给这个任势局 因为他刚才上来 有些人还不是太了解他了 是吧 他批了以后就很重要 他正好和一个女 那个女性高 我记得是 是大年四月宣传部一朵花 长挺漂亮 在房间里 谈谈话 没有别的事 就谈话 中午的时候啊 棒中午 不是中午 一大早啊 在这谈话 我敲门半天不开 过一会儿的综艺出来 除了他有点生气 他说我正在谈 谈工作 我心想 我一没问你是不是工作 我就敲门 他部长师吗 我没表态 我就把那个拿出来 我说 王启兴啊 就是说 上市找你批这个事 但是现在 那个 还有最好方便 安排一个人给 就是人事局啊 就疏通一下 在具体办 他一个表情 马上就是说 挺冷的 也没说行和不行 啊 好好 然后就给门官员了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不咋听 就是 就是和这个 我建的那些文士镇啊 像那个就是 于学祥办事 不一样了 那于学祥办事 那办到底的 他老不忘 因为他是一个 很认真做事的人 那个 郭峰也是啊 就是辽宁省委书记 郭峰也是 我没找过郭峰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一个真实故事 就是 辽宁省委书记 郭峰原先不是 高岗的组织部长嘛 后来由于 武侯上将的事 出事了 辩原化了 后来老干平凡 他就当了那个 这个省委书记 也是巧了 他的女儿正好是 我和我太太在大学的时候 上下铺啊 这个 这个 那个 我其他 其实我就不讲了 讲太详细 人可能现在 也不是太高兴 说心里话 因为人家现在 这个人 他的后代 现在也在这边啊 人家都不愿 进入政治 我理解 我身影大了点 我要讲什么 就是谁告诉我啊 就是 郭峰这个人很好 就是刘元旧 我就 我06年从监狱释放 07年我到 深圳 那时候刘元旧 换好了 就是他在鸭鲁江退休了 他到那个 深圳作家协会 专门给他租了个房子 就在那个 就是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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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西中旬住那个地方的旁边 一套房子 东狱啊 他就跟我讲 他怎么到了 鸭鲁江杂志社 他也和我一样 他是 新晋县建筑公司的挖工 我老去看他 我也是 批口搞 那个文学创作 会议我认识他的 对吧 当时咱们的老子是张从前 张琼 和江凤青 江凤青 还有高满堂 张江 就是这个圈子 还有一个叫范蒂的 后来当官了 好像搞经济了 刘俊丽 还有沙任昌 刘汝达 这个圈子 都发展起来 成为作家 或者诗人 都有名了 那么这个刘俊丽 他就跟我一起考大学 没考上 他说法方 普兰殿的 他家是普兰殿镇的 然后呢 他挺上火 他就创作 他写得好 到处脱稿 发了好多 好多发表 但他没有编织 他是工人编织 你想 他就写信给这个省委书记 郭峰 他告诉我的 这他讲 这咱们有接触过 不像我直接接触过起来 他说郭峰就批事了 你就想 郭峰也是出于工心 你是一个工人 你写得好 他是和我一样 他就把他那文章 影印一大堆 就寄给这个 特会专递 就寄给郭峰了 我叫什么名字 叫刘元宇 我在这个 辽宁城新鲜 普兰殿镇建筑公司的工人 我发表了这作品 我现在想到这个 辽宁省文联工作 想鸭绿江编辑 不仅当编辑 听我的才能应该 这个和我一样 咱们都属于这个类型的 然后郭峰就批事了 你就想 这个生物是多好 这个人 他就批事了 很重视这个事 他一看他的作品 这不和我一样 一看你写得好 卢山有会 那不好事吗 就和郁峰讲一样 就那时候的领导干部 说心里话 没想到后来 那些全有钱 那些思想都精神无言了 所费 所会 敲诈 敲诈 勒索 什么 又是全钱交易 全色交易 那时候没有这事 那郭峰就批事 然后他就 调到鸭绿江杂志 一下成为干部 你就想想 后来他是 鸭绿江杂志副总编 那时候余忠信还在 余忠信不不对私人吗 那当然在这之前 他给 鸭绿江杂志投稿 小说 他写了好多 小说 刘元局文笔好 后来郎郎 那个 第一个传记 不就刘元局写的 还有西部生命 他写了好多 后来还成了报告文学 什么编辑部的 什么 编尾是什么东西 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跟他非常熟悉 我跟他熟悉不得了 刘元局 我太熟悉了 他现在不敢讲我 因为什么 我现在成为反革命 他害怕 我估计他害怕 他那个人胆小 完了他在深圳 跟我讲这个事 他说 郭峰真好 后来他不到了 辽宁省 省门联 省门联作家协会 就属于省 省政府食堂吃饭 省委食堂吃饭 他就到吃饭餐厅 现在看到郭峰了 他在 郭峰第一次见到他 他也第一次见到 他是在电视上 看到郭峰 就真人 他也第一次看到 看到郭峰 就叫老郭头 就一个小老头 干不老头 挺瘦的 个人挺矮的 把郭峰 他就过去 他说郭叔家 我就是刘元局 刘元局 说我给你写信 那个作家 推荐我先到鸭路江 原来是你啊 我要真长这样 我肯定不批事 提拔你 就是刘元局跟我讲 他开玩笑 就意思说 你起码不一样 长得不像个作家 因为刘元局 其实长得挺好看 就个矮一点 他挺幽默的 他跟我讲 他郭峰说 我要支持你的话 我就不推荐你 你就长这个样 那个老头特别好 确实 因为他那女儿 在辽大是外语系的 和我胎子是一个班级的 后来他移民过来 前几年还有交往 他那家人都不错 说信念话 他的女婿 他女儿很好 特别淳朴 你看不像生理书记 那没有那些 就是波西来 就是习近平这些德行 习近平我是远距离 看观察 他这么多年干这事 他刚到上来的 深圳清水简从的时候 我还挺感动 要我怎么写了 好几篇文章 他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思想对他认识有过变化 那个波西来 那个家伙一看 就是说他盛气凌人 一看他就属于正狂期的 他看你不是一个等距离的 你知道我就当时挺烦 挺烦他的 不冷不热的 完了也不办事 后来我就找宋 宋偶城 我就办上这个事 就后来给我评职声了 就打了一件事 叫有评职职评委员会 就给我终极职声 就记者职声 后来是我就 文汇报就聘我 为这个首席记者了 高级记者 对高级记者 文汇报给我一个汗 但是没有把我的档案 正式调到 就广东省委八办 我当时觉得无所谓 八办干嘛 我发有工资 我就要你那个 怎么样是吧 你给我发工资就行了呗 我现在我明白 就你只有调到 广东省委八办 就共产党认为 你这个可靠的 就是宣传干 就这个意思 你可以脑空 你不是党员怎么调 现在我想 我那时候是 这个不如刘 所以我出了这么大的事 就给这个千少写稿 他就告诉我 你这是闯下 我这是个反动卡物 然后他就问我 你怎么认识刘达文呢 我就给他讲了过程 因为我没有必要隐瞒 我去主动找他 自我推荐 马上就是讨个稿件的事 结果呢 其实我认识了以后 没半年 我根本没写什么稿件 我不光去拜访他 当时我还拜访了 那个镜包 镜包叫孙文 那是市长 你比你问他 孙文 那个人也不错 挺老实的 还有一个广角镜的老板 还请我吃个饭 我忘了叫什么名 脸黑黑的 也很好 戴眼镜 也就是说 除了紫禁杂志 我没去拜访 其他我都拜访了 我就想教这些朋友 有时间写一写 我喜欢 我在下校 那时候根本没有稿 愁的时候我就偷稿 何况有稿费 那些好 有点收入也好 另外 我就是喜欢写 什么东西我都写 也愿意和他们聊天 吹吹牛皮 那是很大的快乐 你没想到 这是个被国家安全部 定性为懒动杂志 说这个刘达文 是台湾给的钱 办这个杂志 说金钟是美国民主基金会 美国给的 中情局给的钱 这郑一强 审讯我讲的 你知不知道 刘达文那个钱 是台湾的 叫民主基金会 那是一个反动刊 台湾拿钱养的 金钟这个就是 开放了 是美国民主基金会 养的 你知不知道 我说我不了解 这事 我说他谁办 我以为他卖杂志 赚了钱办 我说他不像 你看他那办公室 穷不像样 然后他就 那不有 我上次不讲了 有一个国家安全部来 那个人嘛 他就拿出那边 我的试集 就是我给刘达文的 他告诉我 你这个旗子 放在那个书架 哪一排 他都知道 我的脑梦一声 因为这个厉害 那他怎么进去 也就是说他可能 也去刘达文 那个办公室去过了 就看到我那个 试集在哪个地方 但是那个 国家安全部 那个官员 又审讯了一次 我记得就是一天时间 然后他就再不见了 那就证明他回北京了 他回去汇报了 就证明那些诗 那些文章 一共是五六篇文章 都是我写的 不同的笔名 他可能也不需要 他这个法律专家 去研究修辞 逻辑什么 推断 因为我也承认 是我写的 那是我的笔名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郑一强就拍桌子 他就说 你是不是为了稿费吧 我说 我说他是给我稿费的 不假 有几千港币 但是 我还是想表达 不同的声音 就是我想通过这些文章 立足播起来上升 我说为什么 我说他这人品会 这不是个好人两位派 我说如果他一旦上去 中国就完蛋了 中国应该有个好的领导人 因为那时候整个 我的这个接触面也有限 当时看的海内外报纸 和大连那个官员 那个官场的情况 都认为 不过且来讲来 就是中国培养了一个接班人 先是省长完 再就是肯定就省里书记 我一看出那个势头 我就觉得 这个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都这样 明知可为 不可为而为一次 就是说我要干点事 就是我让他上去了 这就完了 中国就完了 现在想着很幼稚 就认为是一个人的问题 其实不是 就是现在习近平下去了 共产党如果存在 他这个政治体制 还会产生一个新的 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专制 威权的样的人物 只不过是 李克强这些人 相对来讲 稍微能温水一点 灵灰的 或者直白的讲 狡猾一点 胡锦涛那年代狡猾一些 一国两制 什么港人治港 五十年不变 邓小平 就比较策略 实际上也是一种欺骗 习近平 波起来这种事 严厉打击 连骗都不想骗 这根本给你不当人 就是草剑 所以在那时候 我就跟他讲这些事情 但是那个郑一强 车客民 万国陶 彭东辉 林刚 刚才我讲到 那个抽烟 两个人抽烟 一个是郑一强 一个是林刚 他俩抽烟 鼓鼓那个打烟 烟目缭绕 倒是松华烟 但是那个 对我身体很大伤害 因为天天审讯 你想 没有白天黑夜的 一审讯都十几个小时 连轴转悠的时候 我都先记不得 提神多少次了 他就是 一个桌子上 他有那个纸 一个人问 你答 万一令人做记录 一般都是彭东辉记录 记录完了以后 你就让你签字 按手印 从那以后 我每天就是签字和按手印 我这手啊 就是沾那个印 你都红的 然后都洗不掉了 就是不停地按手印 自己也不知道 搞的多少笔录 他不断地 就是远印两手 就是让你交代你的问题 就是这些人 你怎么认识的 你的认识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篇文章 是什么时间写的 你写完了以后 你和他还有过什么交流 你知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 就讲这些事 但从他讲那个情况 就国家安全部 把这个香港前哲开放的杂志 判登 他认为就反共的文章 看着非常严重 我当时认为 他这是反腐败的文章 是一个生长正义的 批评生活当中不好的事 那不是帮助老百姓吗 帮助社会进步 他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你和人结束 你就是和这个敌对势力结束 就是向境外非法提供 国家秘密 那些文章那些内容 就是国家秘密 我当时我说 这不算国家秘密 因为公开发表 什么叫秘密 他说不 他们认定这个 这是叫间谍行为 他说你即使 没加入监督间谍组织 你把这个社会的 阅暗面写出去了 就是披露了 共产党就统治下这些东西 你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就是间谍 间谍行为 叫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他就拿那个法律条件给你看 告诉你 态度好怎么怎么样 不好怎么样 反正每天就是这个 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 我现在都回不想 想不起来了 反正是几乎每天都提神 有的时候还半夜来 你正在房间要 反正你也睡不着觉 因为他门口有个狼狗 我不停地每天吼叫 你根本无法休息 那真是精神折磨 你睡不好觉 而且你抱一种幻想 这个赶快能回家 春节快到了 是吧 假的等你回去过年 一种折磨 精神折磨 无以言数 所以他们就不停地 询问这些情况 我通过他们询问 也知道了 他们对这些 香港这些杂志 他认为的反动杂志 特别的在乎 一定要灭了他 他甚至当时就讲了 这些卡路将来 有一天都要 就给他关闭 要多把这些社长 总编和抓钱 他就讲这些人 甚至我发现 他在审讯过程当中 还一再问 你怎么认识的金总 我当时也跟他讲了 我说我打电话给蔡永梅 蔡永梅是BBC有个采访过的 蔡永梅有个讲话 完了谈得挺好 我就打电话 主动打电话给蔡永梅 蔡永梅说你约个时间 中午你过来喝下午茶 我就去了 一看还有金总 就这么介绍认识金总 我也如实讲 他们都怎么认识的 都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他就问 好像他对刘大文的 那个印象 他认为就那个反动的程度 就是不像金总 那么严格 那么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金总的太太 就是一个老外 他就老问我 她太太什么背景知不知道 我说我没见过她的太太 只是听他们讲 说太太是洋人 就是西人 美国人 她说 这个 我跟郑强讲说 她太太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没见到她 我只是见到金总 我认为她是个学者 我说她特别认真 范子文章 她要亲自修改才能发表 而且她的美术设计啊 特别棒 你看她那杂志办的那封面 特别漂亮 比那个刘大文要精致一些 刘大文那个人 他那杂志那个封面 那里的图什么都比较简单 主要是内容啊 讲究那个就是说 独家猛料 金总的更理论性 就是比较质量啊 更好 更讲究一些 但是她不是那样认为啊 我发现 她更多的警惕是那个 就是金总办那个杂志 当时她就讲 这是美国中情局提供经费 后来我出来以后 才知道美国有一个民主基金会 的确她申请了 这个民主基金会的经费 因为民主基金会有一个告示 就你随上申请钱有多少 她那有一个记载 我看我才知道 那是我不知道 那是这个 像我在共产基金统论下 长大这么一个人啊 对外界社会 完全是封闭式的 这个知道一些事情很少 然后呢 她刘达文 她就说呢 她那个前哨 没拿民主基金会钱 但是她拿的是 说台湾的一个什么基金会 民主什么基金会 后来我才知道 她讲了以后 我回想她那个杂志 好像刊登过就是 好像就是台湾 驻香港的代表处的 就广告 好像有那么一两期广告 我有那个印象 应该她指的是这个 也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杂志了解 特别 这个细致和深刻 主要是他们 盯住什么 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再是你内容 就内容是要 公安党内部的情况 你这个消息来源 谁给你提供的 有没有公职人员给你提供 他就研究这一种 也深吧 非常详细的 就是记忆 这些事情 询问了很多人物 现在年代都久远了 我都印象不是太深了 但是我还有一些 情况记忆优胜 就他们特别的细致 就每一天都 都找你就是坦白交代 然后他就记录下来 因为这些事 他本身已经 监听我的电话呀 跟踪 我都已经知道很久了 甚至他和香港文汇报的领导 有关方面都合作了 就文汇报本身就是这么一个 也是个搞这个 也是个搞情报一个部门 他都有人 他有些事知道的 太详细太详细了 只不过是 他震慑你敲山震虎 能不能定罪 他搞了个大彩条 当时我就以为 这仅仅就是一个文章 这个 像在香港 前上杂志投稿的事 我认为 以为就是这么个事 但是后来 随着案情的发展 审讯 一次接了 一次我发现 这里涉及到辽宁省的高层权力斗争 也就是他早就盯上我了 他看到我和大联市当时一个领导 来往比较多 他是想通过我把领导干掉 等到下一场 我再给大家详细讲那个过程 因为这里现在光线已经非常的暗淡 非常不清晰 那么下一场再和大家谈更多的 就按捷的一些细节 好 谢谢 再见